上回书说到二爷秦琼秦淑宝在临同山救驾 减打阳广 为什么说秦琼救驾呢 因为这舅子是太原侯李渊 李渊呢将来是唐朝的开国皇帝 所以说二爷秦淑宝在临同山救驾 可是这时候秦淑宝并不知道 秦琼减打阳广 杨广带着手下人跑 二爷秦琼一催坐下马就追下来了 秦琼怎么想啊 这帮人为首之人一块青纱遮面 其中必有缘故 我得追上去抓住一个人 问清楚了他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所以二爷秦琼望下一催马 掌中双肩是紧追不舍 追着追着 杨广手下最后的原战将 拨转马头就把马勒住了 站住 你追什么 我们已然跑了 你还追 你也太赶尽杀绝了 紧跟着马往前一撞 手里大枪 啪 抖枪就炸 二爷秦琼宝一看枪到了 左手锦望出一推这枪 抖右手锦望下一盖打 这锦正打到这原战将的枪杆上 二爷双方 二爷双绑屡立过人啊 就这一下 打得这原战将双手发麻 转不住大枪了一撒手 啪啪啪 大枪就掉在地上了 秦琼的右手锦望过一扫 把这原战将吓坏了 他马上望后一仰身 使了个铁板桥 人的脊背贴在马的脊背之上 就有打简底下装过去了 二马一搓凳 二爷秦琼就把右手锦 夹在左肋之下 然后右脚一摘凳 抢了一个上风头 伸右手啪 就把这原战将胸前的 叛甲丝头抓住了 抬右腿横着一踹 他挂下这匹马的前肩板 这匹马望出一排 二爷秦琼顺手一顺 就把这个仰面朝天的战将 按在自己的铁花梁上了 他那匹马呢 可就落了荒了 秦琼扣瞪那马 手中按着这原战将 这原战将吓坏了 瞧着二爷 也请您饶命 我来问你 你想让我饶命也不难 你得跟我说清楚了 你们这么些人 群占一个人到底为了什么事 说出来 我饶你不死 哎哟 您要真问我就告诉您 我说爷爷 您可不应该管这档子闲事啊 您知道被围的是谁吗 那是被贬的唐国公李渊 那个轻杀遮面的 可是晋王千岁太子阳广啊 太子跟李渊有仇 所以指挥兵将埋伏在临通山下 要杀李渊 您为什么管这档子闲事呢 二爷秦琼一听 不由得机灵灵打了个冷战啊 原来刚才我打的就是晋王太子阳广啊 二爷秦琼可就失了胜了 嗨 没想到他这一声嗨不要紧 他使的是丹田妻 他这一嗨 他手底下望下这么一按 这员战将正仰面朝天 跟他说话呢 二爷秦琼望下一按 他这后脑海呢 正撞到判官头上 噓 这一下儿 这员战将就死于非命了 秦琼这身冷汗可出头了 哎呀 他一愣神 赶紧双手一推 就把这员战将的尸身 推到马下 二爷赶紧把左类下的丹剑 拿在手中 望东一拨马 哎呀哎呀 望东南就下来了 就在这时会儿 对面的太原侯李渊 就迎上来了 恩公慢走 秦琼还敢慢走吗 催马有打李渊身旁冲过去 一直往东南方向跑 这李渊呢 拨马随后就追 恩公 请您慢走 您救了我全家性命 请您留个名姓家住何处 将来我好到府上 叩谢活命之恩 秦琼敢说吗 秦琼心说 我告诉你 我姓秦明穷四处宝 家住山东历城县 我要告诉你 我们全家命可就没了 二爷秦琼 望天撒马 跑得这快 李渊是紧追不舍呀 恩公 请您留下姓名 秦琼心说 你怎么老追我呀 再马上回头一看 追赶自己的 就是李渊一个人 秦琼又往寺外看了看 没有阳光的兵将 秦琼心说 我告诉你吧 秦琼在马上扭向回头 别追了 我叫秦琼 然后的伸出右手 向后这么一摆 那意思你千万别追了 李渊在后边追 离着庭院 又加上骂得鸾铃声音很重 又带着风声呢 所以他没听清楚 二爷秦琼说 我叫秦琼 当然这琼子 要比琴子声音高 所以李渊就听见琼子 他没听见这琼子 他再一看秦琼 冲自己摆手 他错毁了意了 以为秦琼排行第五呢 哦 恩公是穷武爷 请问您家住哪里 秦琼一听我成了穷武爷了 得了穷武爷就穷武爷吧 二爷秦琼再也不敢回话了 吹马如飞是扬长而去 李渊一看恩公马太急 也就不想再追了 只好拨转码头往回走 没想到他刚往回走 就看见东边小山上 有人高声寒嚷 这一嗓子 如同半旋空中 打个劈雷相仿 对 你是干什么的 李渊顺声一看 有打小土山上 一匹马就冲下来 马上这个人 晃荡荡平顶身高过上 好大个脑袋 投入败斗 看面貌面死朱砂 满步的红然在胸前飘洒 两刀重眉 一双大还眼 头戴扎进身穿剑袖 外招跨马服 跨下马 掌中一口大砍刀 李渊再往山梁上一砍 还有两个骑马的 另外有七八个人跟着 李渊可吓坏了 心说恩公穷武也已然走了 没想到阳广的余党 还在这埋伏着呢 这可如何是好啊 得了 我给他来个先下手围墙吧 李渊打定了主意 把大刀往马上一挂 抽宫搭建任寇 田贤 巴打 这支箭就奔着这个人射去了 不偏不歪 李渊的剑法还真准 正射到这个人的耿嗓 阴喉之上 扑通一声 这人翻身落马 就滚下山去了 李渊踏实了 没想到山后众人 望上一扑 干嘛原外呀 您找谁惹谁了 这是谁把您射死了 李渊听见声音 李渊愣了 心说这不是阳光手下的人呢 为什么他底下的人管他叫大元外呀 这人到底是谁呀 书中按表 李渊射死的这个人 家住山西陆州天堂县八里二贤庄 姓善明达自表雄猪 他的兄弟就是五路响马 总瓢把子 善通善雄心 善达跟善通亲哥俩 他们的父亲姓善叫善道 是做的标行生意 五一高强 本领出众 这哥俩也是一夜超群 善道父子爷仨在标行当中 名气是相当大的 所以陆林当中的人 差不多的都跟善家父子有联系 到了善道死的时候 语文化级岳王阳宿 依然在朝中当权 开皇天子阳建 岁数也就大了 所以朝中用的是一般贪官污吏 老百姓就没法生活了 有不少人占据了山岭 做了陆林的豪杰 善家哥俩一看这个情形 就联合了五路的陆林英雄 在山西陆州天堂县 巴黎二贤庄 自立为天下东西南北中 五路都头岭 所以江湖陆林的好汉 都称他为五路的总嫖爸子 他手下的人占据山岭 干什么呢 专门结上下任的贪官污吏 得下的金银财物 就留下了准备将来启示 反对大随 那么善达这回干嘛来了 带着几个家人要到长安城去看看朋友 没想到走到林同山的后坡 因为天气炎热 正在树林子里的休息 突然间听见山前喊沙连天 这善达就说话了 你们去看一看 山前为什么要喊沙的声音 他手下的伙计答应一声 骑着马去看 时间不大 拨马回来了 大爷们 前山有十几个陆林的朋友 带着几十个弟兄 围着一个棍掌正在截杀 善达一听心说奇怪呀 林同山可没有我手下陆林的朋友 谁能离着长安这么近来做这买卖呢 不成 我得看看去 到底是谁 所以善达站起身形 龙四江任等搬安上马 说了一声 随我来 往前一蹭马 哎呀呀呀呀 他头一个 纵马就上了山坡了 当他越过山上一看 杨广手下的人已然败走了 李渊 骑着马 独自一个人回来 善达 心说 这位官员武艺真是厉害呀 我到底要问一问 他姓什么 叫什么 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所以善达 催马来到半山坡 就喊了一声 呆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李渊吓坏了 他以为这个人是杨广手下的兵将 所以把大刀挂在马上 抽弓拔剑 刃扣 田鞋 来个先下手为强 这只剑射出去了 就把善达给射死了 善达的手下人一看望上一扑 大员外呀 您这是招谁惹谁了 这些人抱着善达的尸身 放声痛哭 李渊可愣了 李渊心说 这不是阳光的鱼档啊 误伤人命 李渊后悔 但是后悔已然晚了 赶紧甩凳离安下马 过来问吧 善达手下人一说 李渊才明白 原来被自己射死的 是山西路州天堂县 巴里二贤庄 大庄主 善达善凶众 李渊抱拳拱手 众伟 实不相瞒 我姓李明渊 现在到山西太原 走马上任 没想到 走在此处 遇尽仇家追杀 你们大员外 游打山上冲下来 我错毁了意了 认为他是仇家的鱼档 所以一件把你家大员外射死了 现在我李渊已然把事情做错了 人死是不能复生的 我是误伤人命 我先给你们二百两文银 你们把大员外成练起来 请问大员外家中还有什么人呢 哎呀 我们大员外家呀 还有我们二员外呢 您这银子我们是不能要 钱我们有的是 可是大员外死了 我们回去怎么向二员外交代呀 好吧 看起来你们是不缺少银两 也罢了 我到太原走马上任 山西路州 正是我的管辖之地 等我到任之后 有了闲工夫 一定亲自到巴黎二贤庄 去拜望你家二员外 把这件事说清楚了 请二员外千万不要记恨于我 好吧 这些家人有什么办法呀 只好答应 就要把大员外扇雄中的尸身 驮在马上 无精打采的往东而去 李渊骑着马回到了山澳 家人一看李渊回来了 都非常高兴 长子建成就说了 爹呀 你回来了 劫道的强贼怎么样了 多亏了一位黄脸的穷武恩公大叫 不然的话我就死在强盗之手 此地可不是善路啊 咱们赶紧走吧 就在这时候 有一个伺候夫人的婆子过来了 侯爷 您可不能走了 现在夫人肚子疼得太厉害 眼看就要临盆了 侯爷 您看着怎么办呢 李渊一厅 失手 我怎么这么倒霉呀 这个地方四处没有住户人家 这可如何是好啊 就在这儿 忽然有一个家人用手一指 侯爷您看 山上有座庙 咱们干脆先上庙里去吧 哎呀 夫人要在庙里分娩 岂不是脏污了佛门境地吗 侯爷呀 夫人实在肚子疼得受不了了 事情紧急 咱们先到庙里去吧 就是脏了佛地 谁也不能见怪呀 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 哎 李渊一想没有办法 也只好如此吧 这样就保着全家老少走上山来 到了庙前一看 这座庙宇还真不小 匾额上提的三个字 旁古色 李渊跟手下人下马 车把事也把车止住了 管家李渊赶紧上前扣打这脚门 时间不大脚门开了 从里边走出一个小和尚来 李渊就把求助的原因说清楚了 小和尚不敢做主 赶紧望里通病 这座盘古寺呢 是应酬施主的十方常住 老方丈秀渊和尚文武双全 而且琴棋书画 拳脚兵刃无一不通 盘古寺的名气是很大的 老方丈秀渊高僧 一听说太原侯李渊来了 赶紧出了迎接 见着李渊和长当兄 僧人秀渊迎接侯爷 李渊赶紧走上前来抱权拱手 老方丈 我李渊率领全家到山西走马上任 走到这儿 夫人眼看要临盆分娩 这儿呢 又没有住户人家 所以想打搅宝茶 看求老方丈行个方便 阿弥陀佛侯爷放心 十方丛林住的是十方施主 请夫人就在庙中歇息吧 多谢方丈 这位老高僧回头叫过小和尚 你呀 赶紧收拾一所跨院 让侯爷全家好住进去 李渊手下的车辆马屁 往这庙里头拉 小和尚一一情都给安置好了 这位秀渊高僧就陪着李渊 到了禅堂落座 然后摆上酒饭款待李渊 正在饮酒呢 这婆子就来了 侯爷呀 给您道喜 夫人生下四公子大小平安 侯爷您就放心吧 校园高僧也给李渊道喜 侯爷呀 您这位公子降生在空门玄境之地 真是一件稀奇之事 小僧我就赠给他一个名字 就叫玄爸爸 李渊一听 十分高兴 站起身形 抱群攻守 多谢老方丈赠名 李渊跟秀渊和尚谈起来了 一看这位老方丈 言谈文雅 学问渊博 心里十分高兴 谈着谈着 李渊忽然间抬头一看 就看见墙壁之上挂着一幅画 这幅画画得真好 画上有一块石头画得玲珑透体 两边配着一幅对联 李渊站起身形 走到画前 一看这对联写的是 宝塔凌云 一日江山 无边清静 下连是金灯带月 十方世界 何等清闲 哎呀 这字体写得怎么这么娟秀 一看下款 是影阳柴少 李渊一回头 高桑 请问您 这是什么人的手笔 哎呀 侯爷若问呢 这是我一个苏家小徒 姓柴名少 自私昌是影阳人 他的父亲柴丽 曾经做过影周刺史 哦 原来是柴丽之子啊 我也认识柴丽 哎 老高僧叹了一口气 小僧跟柴丽本是金兰好友 没想到柴少苦命啊 父母双亡 如今呢 就住在庙里 随我读书 兼学武艺 不过 这个孩子是相当的聪明 好啊 老高僧 我跟柴丽也是老朋友 今天能够得予故人之子 也是一种缘分 请老高僧 把他请出来 让我见上一见 秀渊和尚就命人 把柴少叫来了 柴少进来给李渊十礼 老高僧一给指引 李渊一看这柴少 忧打心里就爱上来 柴少长得眉目清秀 五官端正 气宇玄昂 柴公子 请坐吧 柴少落座之后 李渊就跟柴少聊起天 那李渊学士很高啊 柴少跟李渊谈起话来 是对答如流 李渊有打心里头爱 第二天 一问秀渊高僧 才知道柴少还没有娶妻呢 李渊就托老方丈为媒 把自己的大女儿 凤杨小姐 许配给柴少为妻 柴少也就答应了 然后老方丈领着柴少 来见李渊磕头认亲 不但李渊高兴 李渊的夫人一听 也很高兴 就这样 李渊全家在盘古寺 住了一个多月 当四公子悬霸出了满月 夫人身体康复了 这样才准备动身 临走的时候 李渊就跟柴少说 先知啊 你暂且在庙中住着 跟老方丈学艺 等过了两三年之后 你文武艺业学成了 到太原前去找我 我给你们夫妻完婚 如今我给你留下白银五千两 你把这盘古寺重修庙宇 再诉金身 再请老方丈拨出一个跨院 盖一个生词 里边要诉着我的安公穷武将军的形象 早晚要焚香上宫 搭谢他 就我全家的活命之恩 你可千万要记住了 太原侯李渊全家住在盘古寺 耽误了一个多月 没想到给他的恩公 秦穷秦书宝 找了麻烦 二爷秦穷秦书宝 被困天堂县 咱们下回再说